下面咱们就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推荐系统 它的一个评估的标准 或者说它有哪些评估的指标呢 第一个咱们要来说的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叫做一个准确率 准确率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东西了 在咱们所有的机器学习模型当中 我们要关注的也是这样一个准确率 只不过说在这里我们要可能对一个分类任务来说 是不是说我看它分类结果是不是一致的 那对于咱们最终现在是不是想得到它的一个评分值 因为咱们最终拿到的东西是一个评分指标 而不是说到底给不给它推荐这个东西 所以说对于一个准确率来说 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预测值跟它的真实值之间做这样一个均方误差 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RMSE 这个就是用来衡量我们整个的推荐系统 它的一个准确度的一个衡量指标 这个东西比较简单 用我们的一个真实值减计测值 它的一个平方然后再开根号再出上所有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准确度的衡量标准 这个蛮简单的 召回率啊 召回率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实际上给它推荐的 现在我们召回率指什么 指的是我的一个推荐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比如说现在呢我们有两个集合 一个是RU一个是TU RU啊表示的就是说这个用户啊 他在在训练级上我们给他推荐了一些表 RU呢RU是在给他推荐一些列表 TU呢是我们在测试级上它的一些行为的列表 那如果说啊在他所有的行为当中 我们来看有哪些啊是跟真实情况下是一个吻合的 我们求这样一个交集吧 全交集之后再除上这样一个TU 是不是说就能得出来了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行为列表当中啊 哪些是我推荐对了推荐对的拿过来 这就是我的一个召回率吧 也就是要看一下对于我的所有的来说 嗯我推荐成功的有多少个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召回率 召回率啊其实上来说跟咱们其他机器学算法当中的召回率啊 是一致的 直播说在这里呢 我要测试的就是我给他推荐了这么多 哪些推荐是实际有效的啊 相当于是这么一回事 准确度啊和召回度啊 实际上是咱们这个推荐系统当中啊 最重要的两个衡量指标也是两个非常非常基本的衡量指标 但是呢对于这个推荐系统来说呀 我们需要的平衡指标远不止这两个 咱们再拿举两个例子 因为啊咱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 并不是说我要把我最终结果预测多准 也不是说我要把我这个模型达到多大的一个精度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让客户尽可能去买吧 但是客户到底买不买取决于什么 不光你的准确度 不光你的这样一个召回率吧 还和很多因素有关 咱们来说另外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一个覆盖率 覆盖率的意思啊就是说 现在你不是进行了一个推荐吗 比如说你推荐了一个集合 在这个集合当中都是你推荐的 那你这个集合啊 占全部的就是你所有商品的一个百分比是多少呢 我们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在推荐的时候啊 你是尽可能广的去推荐吧 你不应该啊就是推荐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人来淘宝了 他看了一件上衣 然后你给推荐一百件上衣 那有用吗 推荐的东西都是上衣这个类别的吧 那可能你是不是给推荐一百件上衣 他也只能买一件 那你给他推荐五件上衣 五件裤子 五件鞋 都是类似的 一个牌子 一个风格的 是不是他买多种可能性越大呀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个覆盖率 覆盖率啊 我们可以按这样一个物品的数量去计算 也可以按照物品的种类去计算 其实啊 我觉得这就是说 在覆盖的时候 咱们应该尽可能广的覆盖到相同类别的 比如说 同一个你买个耐克了 买个耐克的衣服 那我可能想配个耐克的裤子 再配个耐克鞋 然后你要是可以的话 再给我推荐个篮球 这样就是说有个覆盖率 让我们尽可能广的去 尽可能广的去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然后这个覆盖率 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指标来表示 咱们之前讲决策数当中 是不是有东西叫做一个商值 商值意味着什么 商值是不是说 我说商值越大的时候 是出现 什么样商值最大 比如说咱们现在有十个类别 十个类别的时候 每一个类别都出现一个 一出现一个 二出现一个 三出现一个 是不是这个时候 它的一个 最后是个十 这个时候它的一个商值最大的 进行一个均等分配 所以说在咱们的一个推荐系统当中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商值 来当成我覆盖率的一个屏幕标准 商值越大 你覆盖的越广 内部运混乱 里边类别越多 所以说在咱们推荐的时候 建完膜之后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一个覆盖率 覆盖的广不广 覆盖的范围 以及它的一个 在类别当中进行一个选择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指标 它有一个覆盖率 覆盖率说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多样性 这个多样性的意思就是说 每次推荐里边 你要给它推荐多少东西呢 你要推荐 这些比如说 这两个商品比较相似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想推荐两个商品吧 推荐两个商品 那咱们进行一个组合 比如说在十个里边选两个 那是不是一个C12的一个排列组合计算啊 那多样性就是说 你要尽可能广的去推荐东西吧 尽可能广的去推荐 那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用一个1减去后面的一个结果 后面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上面是一个相似度 底下呢 底下来说RU乘上RU减1 那这个C12是不是等于一个10乘上一个9 有90种可能性啊 所以说啊 这个RU乘RU减1 就相当于是我们一个总共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啊 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 你推荐了多少个 那你推荐了个数越少 它的一个多样性 就太多样性啊 就是反正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你在这么多可能的情况下 比如说一共有90种可能性 那你要推荐了80个 那是不是多样性就大一些 你推荐了啊 推荐了10个 是不是多样性就少一些啊 咱们还可以计算这样一个多样性 现在啊 给大家举的只是说啊 咱们在推荐系统当中啊 常用的一些什么覆盖率啊 多样性啊 以及准确率啊 照回率啊 这些可能最常用的 但是实际情况当中啊 我们一定要以实际相同 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金日头条 金日头条里啊 你光考虑这几点就完事了吗 你是不是得考虑个用户的满意度啊 或者说啊 你推荐的这个东西 他所带来的广告收益啊 比如说广告收益 他肯定有一个就是公式去计算的 当前这个推荐成不成功 那他可能后台不断要去调整的 他有一些公式啊 这些公式可能都是自己去定的 评估标准是千变万化的 这里啊 咱们就是对于不同的任务来说 肯定都有不同的评估标准 因为咱们每一次推荐 都是要基于我们的平台啊 去做一个类似的事情吧 要跟我们的平台相挂钩的 所以说评估标准千变万化 到时候还需要自己去指定很多的标准的 那么这个啊 就是关于咱们这个推荐系统啊 一些理论的知识 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下 咱们的行动过滤 以及呢 咱们英语医分析啊 还有这个模型评估 还有相似度计算的一些规则 从它原理角来说啊 推荐系统并不难吧 但是从实现角度的细节来说 两大难点 第一大难点 计算量该怎么解决 第二大难点 模型推荐的好坏 该怎么去评估 怎么去更新 这两个是咱们推荐系统当中最核心的两部分了 那么关于啊 这个推荐系统啊 它的一些原理的知识点啊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